点名说台湾对他言语暴凌还有种族歧视引发舆论不满 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就在脸书回应了 那今天更直接公开回应 谭德赛的指控严重误导了国际视听 邀请他来到台湾 看一看台湾从上到下努力对抗疫情的优秀成果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公开指控台湾 引发台湾人还有各国支持者的愤怒 一名来自台湾在英国攻读流行病学的留学生Bibi凌威 她以流利的英文自拍公开性影片 除了要求谭德赛道歉之外 也强谭台湾对于国际社会公卫的贡献 21岁的她求学阶段多次为台湾发声 像是早在2月份疫情爆发的时候 就声援台湾即刻加入WHO的联署 引发热烈回响 在内的七个都府县发布了紧急状态 但是其中没有包含爱知县 也因此爱知县的知识呢 在今天自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她呼吁县民减少外出 而日本在祭出了紧急事态宣言之后 虽然呢路上的人潮明显减少了 但是确诊病例却是一路飙升 根据NHK的最新统计 日本确诊人数已经超过5500例 东京昨天单日新增了181例 再创新歌 美国确诊感染人数突破46万人 并且有超过16000人身亡 不过由于各州政府要求民众居家避疫 现在防疫的成效已经出现了 最新的模型预估 死亡人数可望从原本的20万人到10万人 大幅降到6万人 那如今传来好消息 根据首相发言人表示 强生的病情好转了 已经转到普通病房 而一直都很关心的 美国总统川普呢 也在推特上发文 祝福强生早日康复 全球蔓延 欧洲各国实施封锁令之下呢 疫情似乎有趋缓的惊象 但不幸的是 时尚品牌爱马仕 前橱装艺术总监 因为罹患了新冠肺炎 不幸病逝 另外呢 现在包括了德国总理梅克尔 还有意大利总理孔帝 都呼吁国民 还是不能够对疫情放松警戒 伟大新闻现场 我们要带您来关注到的是 现在五厅跟酒店陪事业 成为第一个 因为疫情被无限期勒令停业的产业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 昨天晚间到五厅 突袭检查现场有员工落荒而逃 那嘉义的部分呢 有店家登记为商号 但警方说了 如果确实是在经营酒店的话 也是要停业 这强硬的手腕来防疫 但是尤教授就担心了 恐怕会化案为更案 让酒店还有五厅的员工 转进KPB交易 五厅通通无限期停业 跟过往比一比呢 像是台北市的林森北路 如果过往街头上很多的人 那现在是空荡荡一片 有酒店经纪人说了 没有客人就没有抽成 对他们而言影响的层面非常大 损失难以想象 此外像是茶室 阿公店还有KPB 虽然不在名单上 但是警方仍然会持续上门 林森也归劝业者 搭公车 但是却坚持不愿意戴口罩 司机很无奈报警处理 没有想到警方到了现场 这名富人不愿意配合 还质疑原警是诈骗集团的假警察 一度想要逃离现场 甚至抓伤了原警的左脸颊 当场被压制上口 带回警局 大公车拒绝戴口罩 被报警亲下车的父子人 在路边继续跟警方拉扯 没想到还有更失控的 怀疑处理原警是假警察 妇人一度想逃离现场 被警方阻止后 进轮台用手抓伤原警链夹 当场被压制上口 情绪仍旧很激动 9号上午这起冲突 新北市这名60岁的黄姓附诊 大公车却不愿意戴口罩 司机报警处理 警方货报到场 当场劝道他仍旧不愿配合 于是要求他留下资料 因为他在大众运输工具 拒绝戴口罩 已经违反传染病防治法 要制作笔录 但他坚持不配合 气得质问原警 最后还出手伤害原警 最佳一等当场被上号 带回警局 除了触犯传染病防治法 这下还多了伤害 以及妨害公务等罪 为自己失控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来关心 现在面对到新冠肺炎的疫情 冲击经济 国民党立委再次向政府 呼吁纾困 应该直接发给现金给民众 也强调在制度的设计上 一定要做到排复 那行政院长苏仁昌 前往立法院施政报道 也被问到了相关议题 另外还谈到的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 谭德塞说台湾歧视他 苏仁昌强硬回击 要求谭德塞必须道歉 国民网友对他人身攻击 引发两岸网友 一连串的网络论战 力挺台湾的网友 就接力发出了台湾美景 还有美食的照片 告诉大家说 这才是所谓来自台湾的攻击 不过也有中国网友 假冒台湾民众发文 向谭德塞道歉 而针对谭德塞的指控 调查局经过追查之后 发现攻击谭德塞的发文 大多数是来自中国 疫情都还没有办法有效的控制下来 但是市外秘书长谭德塞 把后突然在记者会上 痛骂台湾时间长达三分钟 批评台湾的网军对他谩骂 引发台湾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不过呢 谭德塞不理道歉 又在推特上连发了 至少有30则的推文 证明自己是有人相挺的 另外加拿大网友发起要 谭德塞下台的联署 现在已经有超过78万多人参加 回到新闻现场我们来看到 在历经两批武汉包机 一批类包机共五架次接回 滞留武汉近签名国人返台之后呢 湖北台胞返乡救援会再度召开记者会 找来了家属还有滞留在当地的台湾人 透过视讯向政府喊话 希望能够尽速促成第四次的包机 但是行政院长苏贞昌再次强调 即便武汉已经解除封城 但是现阶段唯有透过包机的形式 他们才能够真正返台 好那武汉当地的状况呢 当地解除封城第三天 各个店家陆续开门营业 但是社区里头还是严格管制住户进出 波斯的疫情快速爆发 中国与俄国边境的黑龙江省呢 虽分合适 短短一天之内就有40例的境外输入确诊个案 回到新闻现场带你来关心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台中市公益路商圈上个月就关了20间店 就连知名的酸菜白肉锅老店也在上个月底 秋秋歇业了 还有人气冻饭店呢 也计划在本月底要吹熄灯后 现在呢餐饮业如雪崩式的斗电 就传出有房东愿意降租 看能否紧急直显 工人合力把橱柜搬上后车 一整车的柜子还有里面的身材工具 通通都要清出来 店里面空荡荡老板看了相当心酸 苦撑了两个月最终还是撑不下去 过年业绩还很好 就过年一过了之后就开始了啦 就完全走下去了 对啊 经营酸菜白肉锅的老店家 外在台中美食一级占区的公益路 已经经营了好多年 但自从过年之后疫情爆发 业绩也直线下滑 老板也被迫不得不提早退场 只是目前就是这个疫情 平日都没人 就没有人 只有假日有人 我的想法看比较远就干脆不要人 除了这家店在公益路上个月 就有20家店关门停业 到处都是超多看板 挂起来也罚人问津 还在苦撑经营的东饭店 也在网站宣布 4月底即将卸业 可是餐厅是首当其冲 首要其冲的话 他没有办法 他必须要 地主也要供体时间 如果没有供体时间 我觉得他们需要调整一下 目前是有少数几个有调整 受到疫情影响 公益路宛如雪崩式导电 小店面十几万的租金 店家也承受不了 现在传出有部分的房东 愿意先降租 替这一波导电潮先直写 会再洗牌 因为这里还是一级战线 如果前段时间 前半年没有做好的话 遇到这一波应该会先行修业 房众认为公益路本来竞争就大 因为疫情关系出现洗牌潮 预估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店家出走 台中美西级战区受到重创 留下来的继续苦撑 清空的店面恐怕也会滞留一段时间 而疫情冲击到的还有台湾的两大升学考试 5月份的四季二专统策 有9万多人报考 那国中教育会考有21万名考生 现在都得要戴着口罩考试 教育部宣布了 如果考生不戴口罩应试的话 该科直接不予计分 我们实际问问学生 多半是抱起着正面的看法的 那另外要讨论的是说 如果天气太热 那到时候是要开冷气 还是通风 教育部正在评估 环宇整点新闻 更多的国内外新闻 要请您上网搜寻关键字 环宇新闻网 或者是在影音平台上 可以搜寻环宇新闻频道 了解到更多内容 感谢您收看 环宇新闻台湾台 我是玲玲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再来